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 他此刻人已经飞到了法国去 而他的欧洲之旅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我们先看到他一落地之后 法国的总理就在巴黎机场亲自迎接他 而且阵仗蛮大的 习近平还跟对方讲说 你中文说得很好 对方只说了你好两个字 您看到他牵着手 这是彭丽媛他的夫人的手 一下飞机当天是下着雨 而法国的总理来跟他问好 用中文说你好 那在机场尽管是下雨湿漉漉的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法国铺上了红地毯 礼宾也分裂红毯的两侧 来迎接习近平抗力 另外我们看到一下飞机之后 法国的媒体就刊登了习近平署名的一篇报道 那应该是他的幕僚写的 可是某种程度也向外界表达他此行的一些想象 跟一些看法 他说希望法国为中国的企业提供公平的营商环境 认为大家能不能够做下来公平的做生意 希望法国为陆器提供公平营商的环境 同时也希望跟法国的一起传承建交精神 然后加强沟通协作 维持世界的和平稳定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我们看到了疫情前上一次习近平去访问法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2019年3月 马克宏还把1688年 那个时间点几百年前 第一版的论语导读法文版的原著 作为伴手礼送给习近平 这非常珍贵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今天的行程是什么呢 今天是习近平 马克宏跟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举行三边会谈 这三边就会就方方面面 像是中欧的经贸 还有俄乌战争等等议题 都会来交换意见 也会进行一些交锋 法国是希望中国对农产品开放 因为法国有很多农产品 尤其是落农业 同时要解决法国化妆品 出口到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的疑虑 而在这个主要的大国之中 习近平这一次只访问法国 另外是两个中东欧的小国 所以外界就说 这显示中法的关系相对友好 同时也展现马克宏 作为欧洲调解人的地位 可是不要忘了冯德莱恩 过去有人把他定位为反中大将 所以这个冯德莱恩会晤习近平 他到底会说什么呢 冯德莱恩在会前是这样讲的 他说他希望敦促跟中国公平竞争 欧盟职委会最近几个月 已经对中国的一些物品展开调查了 应该消除跟中国关系的风险 但是不希望跟中国脱钩 这是冯德莱恩的说法 另外我们来看看 包括马克宏他的焦点 可能会放在乌尔战争 他希望习近平能够做调停人 习近平的目的也蛮简单的 经济议题 经贸议题 因为过去一阵子 中国大陆有很多的生产的一些汽车 还有各种的物品 可能已经有点过剩了 希望可以来跟欧洲做生意 纽约时报揭发或者是揭露 他们认为习近平到欧洲的意图 其实是希望弱化美欧连结 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内容在这里 我们揭露 他说习近平选择造访的法国 萨尔维亚 匈牙利这三国 多多少少都对二战之后 美国主导世界的秩序 投以怀疑的目光 可能对美国采取一个 比较怀疑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去拉拢这三国 并且希望北京来做一个制衡的力量 然后这三国也想要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人民网 做了这个报道 这个是下一站习近平要去的地方 叫做塞尔维亚 他们就去访问了塞尔维亚 包括他们的交通部长 还有各部会的官员 他们认为塞尔维亚认为 这个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 参与了一个项目 一带一路的项目 还有基础建设的项目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首都 贝尔格勒跟布达佩斯 这两国的首都其实都可以有一个连结 在这个首都会建议高速列车的连结 而另外你可以看到塞尔维亚 可能比起这个法国更加欢迎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人都还没有到 我们看到路上大马路上面 这是塞尔维亚的首都 都可以看到巨幅的五星红旗 而且机场从机场的道路 延伸到市区十公里 两侧都有中国的国旗 所以也可以看到塞尔维亚 在这个欧洲国家来说 应该是对中国可以说是相当友善 可以排名前三名吧 来我们来看看塞尔维亚总统 也特别说了一段话 接受访问来看看 是一半的大体的主意 是一半的主意 为什么是用的主意 是什么呢? 有个特别的旅酒吗? 是一样的合图吗? 我相信 我相信 你认为 你认为 我提供了三次的 但是 有可能是蒙尔维亚的食物 有可能是蒙尔维亚的食物 然后我会提供 我会提供 一瓶瓶瓶的酒 到应该会提供 我会提供的 不不仇的 不不不仇的 不不不�席的 他沒有法律 我會敵他 這就好 我相信他會喜歡 再見 好 這是中國大陸央視做的一系列報導 他們先到塞爾維亞去訪問了他們的總統 伍七奇 那你也可以看到 伍七奇看起來是蠻期待習近平的到訪 來 請教亮哥 我們倒著講 塞爾維亞事實上 中國算是救了他 因為那個時候他被北約轟炸 轟炸了78天 滿國廢墟 那當然是透過一帶一路重建 那也包括兇塞鐵路 就是塞爾維亞叫匈牙利的鐵路 然後也包括他有一個鋼廠 很大的鋼廠已經快要破產了 那中國去把他接管 重新把他弄起來 那當然因為中國大陸在塞爾維亞 有一個特殊的經歷 那個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 所以他就很能夠有同理心 跟塞爾維亞站在同樣的立場 就是被北約不當的轟炸 其實炸78天真的有點故意 有必要這樣嗎 所以他到現在拒絕加入北約 拒絕申請歐盟 就是這樣 那塞爾維亞就一直想要有 那個地對空的防禦飛彈 那後來中國大陸不是經過土耳其 特別運進去 載過去 那個紅旗地對空的飛彈 對 所以這整路這樣走過來 所以坦白講是有特別的感情 那我估計中國大陸應該也會給他一些投資 那匈牙利就是中國大陸做 這個電動車到歐洲的一個樣板 林德時代在那邊投資了電動車的電池 然後現在他又要去匈牙利投資一個汽車城 那其實就是要像馬克宏說 其實我們不會獨享利益 我也願意來投資 那事實上馬克宏對大陸那個電動車 補貼的那個爭議 我覺得法國的部分已經解決了 因為法國他就單行處理了 他就取消對中國電動車 在法國落地的消費者補貼 所以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在法國的 那個賺油率已經跌到4% 已經大跌了 就是他補貼那個給法國車子的消費 法國你如果買法國車就有消費者的補貼 那中國車就沒有 那問題是這個案子你要提到歐盟嗎 那德國並不贊成 所以那個議題是虛的 我覺得把馮德萊恩擺在旁邊 主要的用意倒不是說黑白臉 他哪裡甩馮德萊恩 馮德萊恩都快下台了 拜託 而且那個蕭茲也反對馮德萊恩 我覺得擺在那邊主要的意涵是說 我不是用法國的身份跟你談 我後面有歐洲 事實上那個世界報 法國的世界報 就寫了這樣的一個社論 就說馬克宏絕對不是用 個別的一個歐洲的國家跟習近平做國事訪問 他背後是代表歐洲 你如果不是代表歐洲 哪有這麼重要 講白了啦 因為這個世界的四強就是 就是美國 中國 俄羅斯跟歐洲 所以就是拿他出來是要代表歐洲 那當然他可以去代表歐洲做一些發言 可是馬克宏的用意是讓他 事實上他也自己講了一段話 說那個法國跟中國的經濟關係要 我們叫做什麼重開機 reset 那希望跟中國有更多的交往 因為法國跟中國的貿易 現在不到800億美元 這算很少啊 因為中國跟德國的貿易是2000億 跟俄羅斯的貿易是2400億 然後跟荷蘭的貿易也超過1000億 你堂堂法國不到800億 所以這顯然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中國大陸我估計會給他一些優惠 比如說法國的農產品跟加工農產品要出口到中國 一定會開放 化妝品 事實上那個他有一個什麼 歐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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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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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瑞爾事實上有三大研發中心有一個就在中國 所以我認為他們未來有會有蠻多的經濟上的合作 還有空中巴士 還有法國的電力集團 要發展核電 大概都會有一些關係 還有一些奢侈品 法國最重要 對對對 那是當然LOV 我們最愛的 來 建長 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之前他發表的這一篇文章 他裡面特別強調的是什麼 他強調的是中國的發展 是毫不動有的堅持對外開放 歡迎更多的高質量的 就是剛剛 鄭亮老師講的法國的化妝品 還有法國的農產品 進入中國市場 意思也就是說 現在中國市場展開雙手 向法國開放 那向法國開放 如此這麼大的誘因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講到的 未來古巴一定會迎來很多的觀光人潮 這個在多年之前 法國已經吃過這個甜頭了 所以他們一定也會大量的 大力的向中國開放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有關於匈牙利跟塞爾維亞鐵路 也就是從布達佩斯到貝爾格勒的鐵路 其實它已經在2023年的 10月17號 一帶一路上面簽約了 這個也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項目 大家比較意外的是 這個是在內陸 而且沒有靠海 不過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就代表了 之前我們講到印尼的高鐵 亞萬高鐵 讓東南亞國家 現在大家心都癢癢的 等到我們剛剛講到匈牙利到塞爾維亞的鐵路 它不是高速鐵路 它只是動車 通車之後 相信也會有非常多的歐洲國家心動 而且在2020年 疫情最嚴重的地方的時候 事實上來講 中國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些醫療的資源 所以甚至在那個時候 這個不是現在的照片 在那個時候 在貝爾格勒的街頭 我們也可以看到 感謝 感謝您 習大哥 還有這個廣告 不是只有這一張 是到處都有 那只是我列了這麼一張 其實我們講到 習近平主席他去了這個塞爾維亞 這個是2016年的照片 他不是只有去塞爾維亞而已 他還到了貝爾格勒 當初的大使館 那個被轟炸的大使館去 那這個就是他當年的 悼念的一個照片 那那個大使館 當年被炸得稀呼噜的 那炸完之後 現在中國已經把它改建成 一個中國文化中心 那這個我們剛剛講的武器齊 他一直沒有開幕剪彩 是不是這一次習主席到訪 他就是要去開啟這個文化中心 那至於說這個1999年的時候 這個美國轟炸了這個大使館 美國一大堆的理由 我們想一想 以色列去攻擊 伊朗的大使館 伊朗怎麼還擊的 中國把這口氣吞下去了 但是這口氣 絕對不會永遠不吐出來 那請教兵哥 我覺得法國這一次 這個整個場面是做得十足 那當然給習近平最高規格的領域 那就是 將於取之必先與之 就是我想要你的東西 所以我就給你更多的東西 看起來一副我對你很好 所以法國這一次 對中國大陸要求應該是非常不少 大概希望中國大陸開放很多東西 然後對他們限制要大幅的降低 那至於你們說 馮德萊恩跟他一個半白臉一個半黑臉 我不認為 馮德萊恩那個黑臉可不是半的 他本來就是 他是就是本來就是 對中國是鷹派 所以他講的那些只是言不由衷的 他其實內心是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脫鉤就脫鉤 只是現在是歐洲做不到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個人認為 法國還是會走自己的路 雖然他把歐盟也拉來 但是對他來說 他要的是在歐盟中的主導地位 跟法國自己的經濟第一 那如果只要中國大陸願意對他開放 他其實沒有理由不接受 更何況現在疫情過後 中國大陸的觀光客也開始對全世界復甦了 其實之前對中國大陸觀光客去法國 就造成非常驚人的購買力 這對他們來講也是一大優因 所以我覺得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 馬克宏應該都不會希望自己跟中國大陸之間關係搞壞 那至於他們說馬克宏的焦點會放在烏爾停戰嗎 我是講實在話 烏爾停戰怎麼會去把這個重點放在習近平身上 我是覺得很奇怪 他又不是參戰國 他講的這兩個國家也未必聽 而且現在就是對烏克蘭來講最好的時間其實已經過去了 那你現在叫習近平能夠談什麼呢 所以我個人覺得我不認為馬克宏會把重心放在烏爾 停戰對習近平有這麼高的期望 我是不太認為 那至於習近平當然跟這三個國家結合 就是希望能夠裂解美國的這些夥伴 那問題是其實這篇報導講的是 這三個國家其實也想不要跟美國那麼靠近 所以我覺得當世界已經進入另外一個國際局勢的時候 每一個國家都在站自己最適切的位置 那我們台灣自己什麼時候能夠站在最適切的位置 好我們看中東的局勢 這個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 他真的是非常的強硬 他也拒絕了哈馬斯的停火條件 因為他說我沒有辦法接受哈馬斯從地下掩體走出來 我現在已經掌控了加薩地區 如果再向他們屈服的話 那對以色列將是重大挫敗 對他來說他就是要贏到底就對了 而我們看到包括像是一些傳播媒體 跟新聞 那談雅胡也做了一些處理 現在以色列的內閣一致通過了 要關閉境內的半島電視台所有的業務 大家知道半島電視台是阿拉伯世界裡面的 像是CNN那樣的存在 就是他是一個蠻知名的媒體 本來在以色列內部也有一個office 現在他把它全部關掉 而且立即生效 可能因為他報導的立場 比較偏袒 因為阿拉伯世界 可能偏袒加薩那邊 所以以色列就乾脆把它給關起來 而另外我們看到 包括他把他的通訊設備 通通給沒收了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半島電視台 那要做絕對的控制 在戰爭上面 包括這樣發音的管道 跟新聞的這個 可能對他們不利的新聞 通通都要把它給封堵起來 可是包括美國本土的反乙情緒 還在不斷的升高 我們看到華府 有可能會暫停向以色列供應彈藥嗎 這是美國媒體的報導 而且他引述的是這個 兩名以色列官員的說法 他說美國政府啊 最近可能迫於國內的 這一些抗議的 這些聲浪的壓力 所以近日會暫停 向以色列運送彈藥 這個說法也引起了 以色列非常的擔憂 不過我們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看到白宮 相關人員的重詞 而另外我們來看看呢 包括這個示威越來越嚴重 也越來越擴大 請導播讓我們看看畫面 連海軍部長也敢嗆 示威者大鬧密西根大學 的這個畢業典禮 那警方也進場去做一些 包括秩序的維持 您看到那個腳踏車被舉起來 就是警察 他把腳踏車給高高舉起 拿來當武器 來威嚇這些示威者 那可以看到出來 現場其實也是一團混亂 那政府如果拒絕 請聽學生的聲音 必須講 很多學生其實 不管在social media上面 不管在他們自己同才之間 在社會上這樣的氛圍 不斷地擴大 他們說如果政府拒絕 聽我們的聲音 它違反程序鎮壓我們 警方你這樣的做法 就像是獨裁國家 因為有不少的學生 也被逮捕了 我們再來看看伊朗 伊朗最近天氣 感覺有一些怪怪的 極端氣候帶來了龍捲風 所以你看到天上 降下了一大堆的魚 是本來在海裡頭的魚 從天而降 您看到當地人在地上 隨手都可以撿到魚 有些魚都還是活著 直接下了魚魚 fish 魚魚 非常特別 所以網友就說 你看看以色列沒有發射飛彈 可是卻幫我們送來了魚 而另外我們看到呢 包括這個以色列的問題 跟加薩的問題啊 很多國家其實都有選邊站 也都有出意見 美國現在對沙烏地阿拉伯施加壓力 他說如果你不同意啊 這個關係正常化的話 我就不幫你提供安全保障 可是沙烏地的這個外交大臣說 我們還欠缺一條真正通往巴勒斯坦國的道路 所以他的這個立場看起來也表明得非常清楚 土耳其也是一個重要的國家 他說我們不能只讓這些阿拉伯國家的這個加重他們的負擔 也不能只落在阿拉伯國家的肩上 我們也要盡一分力 他也要採取一些立場 所以對於以色列跟加薩的一些這個紛爭 我們看到很多這個阿拉伯世界跟包括像是土耳其這樣的國家 他們也都選擇了他們該選擇的做法 而另外呢包括烏克蘭這個問題要怎麼解 剛剛我們聽到賓哥講說法國說要請中國來調解啊 可是看起來很難很難 可是有一些國家還是想要做一點事 像是瑞士他6月15號要開一個烏克蘭問題會議 那他希望金鑽四國裡面除了俄羅斯之外的中國印度巴西跟南非都來參加 那有沒有用呢 這樣這樣調解會到底有沒有用呢 另外我們看到俄羅斯也使用了北韓的武器嗎 據說啦這是烏克蘭的武器調查員 他們說他們發現這個飛彈的殘片殘骸 這個證明是北韓的火星11彈道飛彈 而且零件大多是歐美製程的先進產品 還有美國的一些電腦 另外我們再來看看包括金正恩 金正恩有一首新歌最近在抖音上面很受歡迎 來聽聽看 是北韓新的一個政治宣傳歌叫做《河矮的父親》 那宣傳的是金正恩 因為他的旋律非常的洗腦 所以在抖音上頭就說大受歡迎 美國的這些年輕人很喜歡 他的這個累積的觀看人數已經是數百萬了 才剛剛推出而已在TikTok 有人說這個泰勒斯的新專輯被金正恩給打敗了 這是一個小花絮 來請教兩哥怎麼看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納坦雅湖 到底是怎麼解啊 還有當然烏克蘭的問題 我剛剛看到一個消息 說以色列的軍方已經要求拉法的東部的居民 他說Evacuation Order 要疏散了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他已經快要打了 他一塊一塊打 剛剛出來的新聞 要東區 拉法的東區的居民趕快疏散 那另外 我現在講的都是非常壞的消息 那另外一個是俄羅斯 俄羅斯宣布這樣在俄羅斯的南部 進行戰術核武演練 那這個想言是針對北約的 就是你如果敢介入那我就完真的 所以坦白講 都不太妙了 不太妙 因為 那他雅湖是讓他的心認知已經非常清楚了 他就認為哈馬斯那四個營 他一定要處理 他的目標本來就叫消滅哈馬斯 那在拉法地區就是有四個營 這是非常清楚 而且現在也走不掉 因為他被整個團團圍住 所以看起來他是要打 那我真的不知道接下來 美國還有美國的學運 要怎麼去面對這個狀況 就美國搞了半天而且還一度 好像聽說現在做了一個 停止供應彈藥的動作 可是這個沒有用 他如果真的打進去 你美國 因為他不可能都沒有儲存彈藥 手上還有 還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而且這個也不會打太久 因為 那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就 只剩下一點點地方 那你想一想這些人都沒地方去 那現場 圍困 你就想一想會死多少人 絞肉機啊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那這個 事實上很多國家都是借機來做外交的表演 我們也必須這樣講 比如說土耳其 土耳其你這樣有什麼用 對不對 你竟然表示 你現在都在對以色列揚言要制裁嗎 這個沒有用 現在變成是要有軍事出手能力的人 才能夠解這個困 要強勢的阻止才有用 而且要軍事動作 軍事動作 強勢出手 來 進一下廣告 好 剛剛我們聽到了 以色列已經對這個拉法這個地方 發出了疏散的警告 東區 拉法東區發出疏散警告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來 先請教艦長 前一段時間 先是傳聞 沙烏地阿拉伯要向中國大陸 採購12艘的052D的飛彈驅逐艦 但是這個新聞 後來就產生了變化 為什麼 因為其實美國介入 美國介入的真正原因是 他要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 建立正常的 關係正常化 那個補償 就是他需要的軍艦怎麼辦 轉向西班牙 但是現在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最早應該是在四月月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布林肯 其實就已經先到了沙烏地 那現在我們從 蘇利文的這一段講話裡頭 就是美國不會與 沙烏地阿拉伯簽訂任何國防協議 意思就是這一個 向西班牙採購應該就是破局了 其實還加上現在不要向以色列輸出這些武器 一切都是在選舉 我們看一下最新的 有關於川普跟拜登 他們其實已經有一點像扭麻花一樣 他們之間的差別只有0.8% 但是我們其實最重視的是看 同樣的這一個民調裡面 對於烏克蘭跟對於以色列的看法 他們對說民調的提問是說 對於烏克蘭的後援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認為不夠的是少數 認為足夠的也不多 最多的是太多 在以色列這邊也是太多 意思是什麼 我們之前就講過 你美國你把大筆的預算 超過你這個 教育的預算 全部你都送去了 這個 送去了以色列 送去了烏克蘭 你的下一代怎麼辦 是 來接下廣告 好我們最後的時間交給賓哥 我認為大潘小胡就是不會停下來 他就是持續打 因為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這個他如果不打 他自己馬上要面臨危機 那打了他有機會成為民族英雄 所以他當然是選擇打 那反正不管你美國接不接受 我就是要這樣幹 好疫情解封之後 為了吸引中國遊客 我們看到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祭出了免簽證 對中國 那最新的這個國家叫做古巴 古巴是在這個 我們看到加勒比海上面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 大陸旅遊啊 很多的遊客就想說 哇古巴現在免簽證了 所以都去衝去熱搜這個國家 包括古巴遊 都已經上了熱搜的排行榜 那而且這個搜索的數量 比起過去增加了40% 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包括中國大陸跟古巴的直航 也將在5月17號就會輔航 那他飛行的路線是北京 飛馬德里在西班牙 然後到哈瓦那 這是古巴的首都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 包括 古巴真的生出了橄欖枝 像是2025年 也就是明年 古巴的旅遊部部長就宣布 中國是該年的旅遊節的主兵國 所以中國大陸的這個消費力 可能也被這個古巴看重了 那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古巴這個國家 那當然大家知道 古巴跟中國大陸 都是信仰共產主義的嘛 那他們有很多的相似處 尤其是古巴的雪茄 中國人最愛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中國的高端雪茄需求強勁 像是古巴去年 他銷售的這個總共 整年銷售這個雪茄 已經達到7.2億美元 比上一年還超過三成 中國買的最多 中國是第一名 買最多的 那像是古巴的雪茄 還有咖啡豆 中國人都非常喜歡 也是古巴最賺錢的出口品 另外還有一個事情 可能觀眾朋友不知道 古巴外銷最成功 也最賺錢的 還有一項是醫生 因為古巴的醫療水準蠻高的 他們的醫學院的訓練 也蠻不錯的 又很便宜 學費 所以我知道 有一些人 飛到古巴去學醫 那他們的醫生訓練完了之後 也輸送到各個國家去 那古巴的醫療 包括古巴的醫生 也跟中國密切 在做醫療方面的合作 另外 古巴 為什麼要特別講到古巴呢 古巴去年 他的總理 有來 有拜訪中國大陸 並且接受了央視的訪問 我們來看看 他說了什麼話 中國大陸 那一間大陸 有來自然的 利用大陸 為大陸 也有誇張 尤其中心 也有得 無論是 是一個富翁 或是一個富翁 或是一個財富的 専門 開封 我們 有一個 企業 的東華 科技 而是我們在中國的很多工業 投入很多地方 好 這是去年年底 古巴的總理馬德蕾 拜訪北京 並且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而另外在軍事上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包括俄羅斯 他檢查總長抵達古巴 這個是在檢調方面的舉行會談 這是俄羅斯的檢查總長 所以外界就說 中國跟俄羅斯 跟古巴越来越紧密 那也有人的解读 是伸手入古巴 互搞对方后院 因为大家知道 古巴等于是美国的后院 它离佛罗里达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跟古巴的关系越密切 Maybe美国会越紧张 我们看到美国最近不是 在菲律宾部署了中程导弹吗 中国就帮助古巴的军队 建设发展 两大强国都在对方的后院搞事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军事上面的合作 这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何卫东4月15号 在北京会见来访的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 政治部主任罗霍 留下了这一张照片 那个时候何卫东有强调 他说中国会继续为古巴提供 所有的帮助 他们能力所及的帮助 同时支持古巴军队 建设与发展 所以呢你看到中国俄罗斯 还有古巴的军事官员 都在密切的联系 那北京 这个北京的这个盘算是什么呢 中国跟古巴的军事合作一曝光 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 它的雷达 我的意思是它的这个 整个sensor通通都启动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新冷战 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认为中国跟古巴进行谈判 计划在古巴北部海岸建立新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 这个会让中国在距离美国弗洛里达海岸 只有100英里的地方 驻扎军队 我刚刚讲了 这就是美国后院 所以古巴导弹的危机会在线吗 可能是美国的梦魇 握他之策 其容他人憨睡 这个美国不会允许他人的势力 深入自己的这个自家后院 深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种的这个迹象都显示 大国正在互相的较劲和拉帮结派 而为了钳制中国在拉美的发展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不是省油的灯 也在中国后院布局之外 他也巩固自己在后院的这些国家的一些邦誼 包括你看到日本 岸田文雄也频频出访巴西跟巴拉圭 而拜登总统预计今年在国会会通过美洲法案 而另外呢 我们看到美国在中共后院中国的后院布局更是非常的多 也前密 包括军事的合作 非美美飞的背靠背的这个军演呢 正在举行 那我们看到武力的大展示 菲律宾会出动105厘米的榴弹炮 105厘米的机动火炮 还有快速攻击坦克 停坦克 美国会出现的军备则是由反战车飞弹 MQ9死神无人机 还有B52的轰炸机 我们TVBS也派了记者到现场去做第一手的报导跟职集 也访问了当地的华人 这一位当地的华人 他说啊 只求和平 他讲了就是被洛伊科斯省飞华商会的理事长吕先生吕虎行 他说应该做下来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分裂邻居 我们应该要和睦共处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在中南半岛上面的越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中国大陆跟美国可能也都想要拉拢它 过去我们知道越南他其实买了很多二制的武器 可是现在他改变了 他转向了 他现在有意采购K9自走炮 这是Made in Korea South Korea 这个南韩的一个自走炮 那北京也会担忧啊 他说这是不是表示你越南 愿意买美国盟友的武器增加对抗中国的战力 有很多事情都在暗潮汹涌 我们来问问看两个 这古巴啊 本来欧巴马当总统 他恢复了邦交嘛 那欧巴马还去访问古巴 对 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契机了 那谁知道川普一当选就把他停止了 那我们也知道当初古巴的那些反共人士 大部分都流亡到佛罗里达州 那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参议员叫Rubio 那就是非常反共 那都是支持共和党的 所以美国事实上是被自己卡住了 那拜登也不去处理 所以坦白说啦 你如果是古巴 你被美国封锁那么久 你总要找你自己的出路嘛 当然 不然本来欧巴马那个时候就有解了 事实上美国在 坦白讲古巴革命之前 大概古巴几乎都是美国人的天下啦 包括出口当地的投资等等 那结果现在因为 你刚刚也讲到嘛 就是美国把这个低风 这个导弹系统 越黑风高 飞了15个小时 从美国本地飞到菲律宾的旅宋岛 那这个当然让中国大陆非常生气 那刚刚好就是何卫东跟古巴就在几天前见过没有 古巴的那个武装部队的政治主任 所以中国大陆就做了一个承诺说愿意帮古巴 协助军队建设 那你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内容 事实上 他们早有培训的演练 那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猜啦 说中国大陆会火大 也到古巴去给你弄一个基地 那也给你装中层飞弹 哇在家后院 我跟你讲 因为当年古巴危机 你要知道1962年那时候 那时候你还没有大型运输机 所以你一定要用运输舰运过去 那古巴危机就是运输舰快到了时候 美国派军舰把你挡下来 那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啦 我直接就用大型运输机运过去 而且不一定是中国运 也可能是俄罗斯运 因为俄罗斯现在就是想要 跟中国做全面的结合 所以事实上在美国 把中层导刀弄到菲律宾的时候 俄罗斯的外长就直接讲这个话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玩政治 他就说 那我们就不排除来古巴危机2.0 俄罗斯外长 副外长就直接讲这个话 那俄罗斯是更有底气玩这件事的 因为古巴真的在军事上 主要还是俄罗斯 而且俄罗斯的力量已经进入委内最大了 所以坦白讲美国的后院 已经被插旗了 这两个地方 因为这两个地方都跟美国不好 我那时候你也知道 曾经爆发过总统跟国会议长的冲突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美国自己折出来的 就是你干嘛不去承认人家当选的总统 搞个国会议长跟他对抗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解铃海区系铃城 美国并不是没有空间跟古巴和解 他是被自己卡住了 所以你现在就造成中俄有机会来出这张牌 那古巴事实上本来就是旅游胜地 对 古巴其实很大 你不要觉得他很小 他比台湾大很多 所以他本来就是中美洲非常漂亮的地方 又有雪茄咖啡还有各种美食 所以是 其实不是 是游点远 不然真的很想去 风光无限 非常好 有名的旅游胜地 是啊 所以他接下来你可以想象中国大陆 一定会好买他的东西嘛 雪茄不用讲 雪茄一定都跑去那里面 一定还会有咖啡豆 咖啡豆 都是各样 医生 搞不好会有人去那边投资旅游业 我事实上 我觉得中国一定会去投资旅游业 因为当初冀州岛也是这样 对 那日本的北海道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可以预期了 是我们台湾去古巴虽然要签证 可是我知道出团的也不少 很多人 对 从那个欧巴马那个时候解封开始 台湾就好多人到古巴虽然 因为真的很好玩 对 那个风情蛮好 又便宜 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好来请教兵哥 古巴当然有 特别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神秘感还蛮高的一个地方 所以去当然有它的价值在 那大陆会跟古巴进一步扩张关系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古巴本来 他曾经一度其实也想跟美国缓和他的关系 但是美国自己有自己的问题 那对他来讲的话 他也要发展 那所以中国大陆愿意 愿意跟他更进一步结合 他当然很乐于这样做 那当然古巴跟中国大陆交往越紧密 美国就越紧张 可是问题是这个紧张下 美国能够用什么方式去表现 还再来一次古巴危机那样子 把舰队开出来 大家你如果不对 撤回去我就开干吗 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恐怕不会这样做 应该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但他如果不这样做 要怎么样把中国大陆的势力赶走 这个就很麻烦 那当然所以现在 拜登是寄望 这个所谓的美洲法案 如果能够通过的话 他改善跟拉丁美洲这些国家 的经济贸易的关系 这样是不是能够对这些拉美国家 产生诱因 让他们跟美国结合更紧密 但是我个人觉得有限 因为他不要忘记 拜登一上台的时候 就已经强调 他不会跟任何国家先FTA 那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这个法案通过了 会有多大的进展 能够让美国 愿意对这些拉美国家开放 多少市场 恐怕都还有疑问 速度恐怕也是很慢 更何况 你今年通过了之后 然后呢 然后是你当选吗 好像也未必是你当选 如果不是他当选的话 川普上来可能这些 就全部翻盘了 所以我觉得对 现在对所有国家来讲的话 大概都会等11月 大选底定之后 再决定下一步骤 跟美国之间要如何发展 所以我觉得至少 短期内半年之内 大概美国想要跟这些国家 有进一步的关系转好 或者什么 我觉得可能性都非常低 因为一切都要等11月 大选底定之后再来看 那当然美国现在是 一直紧抓着菲律宾 可是我们一直讲了很多次 就是菲律宾本身 并没有相应的实力 即使是美国现在这几年 包括把日本也拉来 澳洲也拉来 但菲律宾本身 他的海空实力实在太过薄弱 你看他演习再多次有什么用 你看他演习反登陆 你觉得老公会有兴趣去登陆 登陆 吕宋岛还是明达纳尔岛 我根本不觉得他会做这件事 那你做这样的意义何在 顶多只是强化之间 你们之间的结盟关系 但是真的能够改变 整个南海的态势 我是非常存疑的 所以对在当地经商的人来说 不管是菲律宾还是华人也好 大家当然都希望尽量不要冲突 能够和平 大家能够做生意 能够大家一起和乐生活 这样才是最好的事情 可是重点是在于 现在是美国不想让这个地方安静 大陆是一直认为说 南海行为准则通过之后 大家就可以和平在那边相处 一起共同开发做生意 那可是美国就是不要 所以我觉得恐怕菲律宾 自己要去想清楚一点 就是今天造成菲律宾陷入这个窘境的 其实不是中国大陆 而是美国 美国造成你们陷入这样 进不得退不得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菲律宾人自己要好好思考 好 再请教舰长怎么看 刚刚前置讲说 曾经前一段时间 台湾有一段时间 大家很想去古巴 小建长我那时候就差点成为其中一员 那去古巴是这样 他不是单单去古巴 他还会去墨西哥玩 他还会 那如果是以台湾来讲 还会经过贝里斯 那如果说我们在 这样子看他的地缘关系的话 这里是古巴 这里是墨西哥 这里是贝里斯 大家一定会先去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 然后接下来绕一下贝里斯 想到一件事了没 这个样子会不会因为去了贝里斯 然后贝里斯的外交转向 那贝里斯的后面 还有我们的一个邦交国 叫做瓜地马拉 那瓜地马拉虽然1月14号他换了新任总统 他也各种保证会跟台湾保持邦誼 但是这个邦誼其实都建立在经济上面 这也就是古巴为什么愿意给中国大陆 这么样的优惠的一个免签证的部分 那继续我们看 之前我们谈到的是阿提卡岛 那其实阿提卡岛它离迈阿密是有点远的 古巴离迈阿密最近的距离 大概就是台湾海峡的距离 100英里 那我们觉得中国大陆对我们台湾有多大的威胁 同样的古巴就可以这样的威胁美国 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现在我们谈到的肩并肩的这个美国跟菲律宾的各种军演 搞得跟真的一样火火热热的 那他们之前还传出有这么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因为我们讲到统材部的长官在这边 所以从这边往这边看 这边是北边 这边是南边 所以吕颂岛在这边 明达大尔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菲律宾真正的 他的重心是压在这个仁岸礁的部分 然后他还认为解放军他会持缘 储壁永属三个这个岛礁 但是会吗 不会 因为储壁永属上面的兵力非常的强 包含他的兼征系统 这个兼征系统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了吴征七 这个吴征七一天到晚在这边飞来飞去 这里吴征七绕一圈 吴征七这里又绕一圈 你觉得他是从哪里起飞的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殲十一 殲十一是从哪里起飞的 殲十一是从海南岛起飞的 那也就是其实整个南海 你菲律宾再怎么弯 那个反登陆的操演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一直在讲 那个菲律宾跟那个美国的这些关系 一定要靠这些无人机吗 其实不用 那其实在南海有另外一个卫星 叫做什么 叫做摇杆四十一 它就在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击杀恋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 关于南海这边的一些武力的布置